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注意温水一定要大概40度左右 就是你摸下去手是有点温温的感觉 不能太烧或太冷 那么把你的树荣酵母倒下去 然后在你凉好的白糖当中捞一汤匙 加入这个酵母混合物当中 白糖呢就好像这个酵母的食物这样子 可以帮助它快速的激活酵母 用汤匙来搅拌均匀 然后放一旁让它们activate10分钟 10分钟后呢你就会发觉到开始有泡泡出来了 这样子就是说你的酵母是活着的 如果没有的话你必须换掉酵母 在另外一个大碗加入中筋面粉 然后把剩余的白糖加入和一些盐 大概混合让它们能够平均的分配 好了之后加入酵母混合物 一些的植物油 轻微的搅拌一下 现在加入牛奶 牛奶呢建议慢慢一点一点加入 看你们需要用到多少 我先混合一半之后觉得它们面粉干干的时候呢 再加入剩下的一半牛奶 之后再继续混合 混合到一定的程度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挂到上面的面团 拿下来之后我们用手来搓 我们要把它们形成面团 就像这样子 把它们搓成一团的 搓到你的碗干净 就是代表你的食谱对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那个面团还是会有点皱皱的 没有关系 我们就要把它拿出来放在砧板 或者是放在这个slicon mat上面来搓 用刀呢把它们平分成两份 其中一份呢 我们就把它们放在一个碗当中 然后把它们盖上 防止它们干燥 那么这个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把它们制作成这个紫薯的部分 加入一些的紫薯粉 然后加入少许的牛奶 这样子可以帮助你比较好的混合 之后呢 用这样子把它们关进去面团里面 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 用你的手掌心来搓 搓就像你在洗衣板上面搓的感觉 这样子可以快速帮助这个紫薯粉混合进入 再加起的这个紫薯粉 还有少许的水 或是牛奶 再继续的混合 混合到一定的程度呢 就开始搓大概15分钟左右 那么这样子 用你的手掌心往外推 之后转90度 再往外推 一致重复这样子的搓法呢 可以平均的把你的这个紫薯粉都混合进去 到它完全变成一个紫色的面团 之后可以换一个方式来搓 把它们搓成长条形 之后折叠三层 之后再继续重复 这样子你的面团就会慢慢光滑起来 好了之后呢把面团这样子慢慢一面转一面往内翻来收口 把它搓成一个圆形 好了之后翻过来看呢 那个面团开始比较光滑了 形成一个非常美的面团 用手按一按下去呢 它很快就会成长起来了 那么现在重复的来搓这个白色的面团 也是搓15分钟 直到你看到它有这样子可以拉筋的感觉 做一个这个window test 好了之后呢也是一样 用手按下去 它很快就会反弹上来了 那么把面团放在碗当中盖起来 饧面大概15到30分钟左右 大了一些些是不是 现在拿这个白色的面团出来 把它们按扁 给里面的二氧化碳出来 之后呢用这个擀面棍 把它们擀成长方形 那么我看到一个擀的方式呢 就是你先从中间擀到外面 把旁边的那两个上面跟下面 就还不要擀它 先擀中间这个部分 然后把它们放90度 之后再来擀旁边的这个部分 这样子呢可以帮助我们 比较容易的把它们形成长方形 重复的擀直到它们 去到一个蛮薄的程度 然后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长方形 确保每个部分是平均的 就我放一张的这个baking paper 拿一个烤盘来挡下面 就把它们翻过来 撕开sequon mat 会这样子做是因为我只有一个slicon mat 现在我们要重复的来做这个直属面团的部分 也是一样 把它们用同样的方式来擀成长方形 要一样大小的 跟这个白色的面团 那么用水呢来刷一刷上面这个部分 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像浇水这样 把这个直属的面团呢叠在上面 那么如果有看到气泡的话呢 就用牙签这样子来把它们削气泡 之后重新擀给它平 好了之后为了整齐方便呢 就把旁边这个不平的地方切掉 等下出来的这个馒头就会比较整齐一些 旁边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继续把它们卷 然后拿去做玫瑰馒头也可以哦 那么把这个尾端呢按扁 这样子做是等下肉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么现在在上面这个直属的面团部分也涂上这个水 涂一些就可以了 之后才来慢慢的用你的手指呢 来用一半捏一半卷的方式呢 把它们紧紧的卷起来 水呢可以帮助它们连在一起 方便你卷起来 确保没有空洞在中间 那么因为后面那个部分已经赶薄了 就非常容易的连下去 那么厚度呢 跟宽度都是大概三厘米左右 用一个立的刀切下去 哇已经很漂亮了是不是 用这样子zigzag的方式来切 才不会去把你的这个圆形呢弄损 这个食谱大概做十颗馒头 把它们各放上一张的烘烤纸 把它们垫在下面防粘 然后放进一个steamer里面 确保你的距离是不要太过靠近的 那么在你锅当中呢 放大概43度的温水之后 那去让它们醒大概半小时左右 看到吗 它增大了大概1.5倍 如果不确定可以用这个 测量尺来量一下 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蒸它了 用大火把水煮至沸腾 那么发觉水已经沸腾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们调下至中火 然后全程大概蒸20分钟 蒸好之后不要立刻开盖 要等一个5分钟后才来开盖 这样子你的馒头就不会塌下去 那么我们的馒头就已经蒸好了 非常漂亮的馒头对不对 那么蒸起来的馒头你按下去 它非常非常有弹性 好喜欢哦 热热的时候吃是最好的口感 是不是很Q 是不是很Q 好有弹性是不是 撕开看看 哇看到那个拉丝的感觉吗 也是说这个馒头食补非常的胸软好吃 它的口感非常的胸软 而且呢中间有这个直属的感觉 非常的好吃 你看你可以一层一层的把它们撕开 这样子就证明这个是一个好的馒头食谱 整体上不会干燥 软软的 很喜欢这个食谱 那么希望你们可以尝试做了之后 拍照来给我看好不好 还没有看我上个礼拜的video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